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结束的Stay of Unreal究竟有什么是关我们玩家的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 逢星期日我会推出Xbox周报专讲游戏新闻和专题 逢星期三会推出Xbox 游戏人生 专介绍Game Pass的游戏和潜力新座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立即开始一周简报的时间啦 GT Online 红霸天下这么多年都仍然有免费更新 一直都保持到一定的引气 但是近期两个系列任务的更新 第一剂和最终剂都感觉到RSTAR真的开始有点肛囊才进啦 当中我觉得用两关去描写嗨大了的画面 真是太过拖时间和无聊啦 也都不怪得RSTAR的始终GT Online 免费更新都真的出了很多年 在核心引擎没有改变之下 真是很难再有什么突破 真是他什么都出 abord了 唯有愿望Gta6的开发顺利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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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暂时感觉也挺赛的机会理 rede 相当好玩的Control已经卖出超过300万份啦 正因为这样 发行商505对于工作室Remedy有信心 分别为Ctrl 2和他们的多人对战分支Project Condor 开出5000万欧罗和2500万欧罗的开发预算 考虑到Ctrl第一集经费只有775万欧罗 但已经有这么出色的表现 我这都很期待Remedy在更多资源之下 如何再次利用自家引擎Loft Light Engine 去为玩家带来独一无二的体验呢 艾尔登法版刚刚过了一周年 晚代南梦宫就放了这一年玩家各种有趣的统计数字 在波士战方面 这一年玩家差不多进行了60亿场的波士战 当中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女武神以32900万次排第一 而在超过90亿次的死亡里面 除了最高是有69%被敌人或者NPC杀害之外 竟然跌死的都是有14% 看来我都有不少的同伴 而发玩里面 另一个重要系统就是召唤 在超过11次的总召唤里面 有88%是合作共同对抗BOSS或者地城 而只有12%是入侵其他玩家的世界 看来Elden Ring都真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而最后最受欢迎的法术和祈祷 分别就是瑞星的地爆天星和黄金树的祝福 作为颠火流的玩家 肯定是觉得不奋戏 不过anyway 这些数据又令我想起 那时候在艾尔登法环不断死来死去 不断研究的那些时光 是又真是几开心的 所以黄金树之影这一个DLC 究竟几时才进一步有消息呢 下个月就推出的大作 《星球大战绝地无事行传者》 推出了全新的故事trailer 终于解答了很多系列fans的疑惑 首先第二集和之前说的一样都是五年后 期间Kel和他的同伴一直都在奋战中 但帝国仍然是如日中天 当中令到最多fans放心的就是一班旧同伴都回来了 但某次就是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集结 而师傅更加变成真女 而这个trailer也带出了Kel他们整班人今集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和守护 一个不会被帝国找到的地方 而他们已经是有明确的目标 所以随着推出日期越来越近 看来会有更加更加多的实机画面 暂时都是几对版的 说完一周简报就到我们的重点专题 Stay of Unwilled 的重点整理 年度Unwilled Engineer 城市Stay of Unwilled 就刚刚完结了 上年重点介绍的Unwilled Engine 5 不知不觉也都正式推出了一年 今年更加去到5.2的更新 所以就等我们重点回顾一下 今年有什么公布 因为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 令到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自己再深入学习一下 加上我也不是专业的游戏开发者 所以内容上会比较用通俗异名的方式去说 第一件 相信熟悉Unwilled Engine 的朋友都知道 Epic自家的Fortney 一直都是大宗最先接触到Unwilled Engine 新工具的试验场 而这个专为Fortney而设的编辑器 Unwilled Editor for Fortnite 就是最新的成品 这个仍然在公测中的编辑器 除了理所当然令到一众的社群创作者 可以更加有效率更加无限制地创作一些独特的场景和内容 同时也都完美支援现在有的Fortnite Creative Tube 而当中最特别就是这个编辑器利用全新的编程语言Fortz 除了能更加完善地帮助創作者完成剧本和行为逻辑 加入自己制作的资产之外 更加支援元宇宙的相关物品和应用 而Fortz更加先行在这个编辑器推出 稍后才会开放给其他Unwilled Engine的用家 整个demo的最后更加是用一个Boss截作为埋尾 你看看这些干营、毛组、素材 真的完全不是Fortz来的 不要骗我 而伴随着这个新的编辑工具 Fortz也引入新的Creator Economic 2.0 在这个机制之下 物品和资产的40%淨收入会归于創作者 同一时间Epic也整合了多个数位资产的商店 例如自家的Unwilled Engine Marketplace 统一成为Fortz这个市场 創作者在里面可以找到 上传和共享不同的数位资产来创作 创作者在这个市场可以获得剩收入的88% 而市场就会托管所有的数位资产 支援所有的引擎 和支援元宇宙的内容 在推出一周年之后 超过七成的用家已经是转用Unwilled Engine 5 而今次他们就用Electric Dream这个demo 初步介绍一下Unwilled Engine 5.2的更新究竟有什么 首先Procedure Contact Generation Framework 这个工具可以令你快速自定义一些规则和引数 从而用一些一早选好的Unwilled Engine资产去填充大型的场景 简单来说就是令到建立大型世界的过程更加高效率 而Substrate就是一个创作素材的新工具 令到使用者可以实时了解和控制游戏 特别是线性的内容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的外观和感觉究竟会是怎样 5.2更新也会有多个新的镜头和场景控制工具 例如使用多个虚拟镜头作为拍摄 令到整个流程的生产力和创作力都更加高 整体都是一些实用又重要的更新 而MetaHuman在Unwilled Engine 5 中建立大量人物模组的重要技术 它最新的工具MetaHuman Animator 就可以在MetaHuman创作的角色中 以高度而生的动画重现面部的表情 而你只需要有头盔式的相机 甚至乎iPhone 是啊iPhone都可以 就可以捕捕到很有个性又真实的表情 更加可以将不同的细节和差异 转移到任何一个MetaHuman的角色中 一如Unwilled Engine 5 今代的主题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使用到这个工具 无论是VA的工作室、Indy的创作者 又或者业余的玩家都可以得心应手 最直接反映这个威力的 正正就是Hellby II的表情展示 这个由Ninja Fury打造的demo 真的很夸张 开镜之前紧张的表情 到开镜后入戏的表情 透过眼睛、眉毛的部分 都将这些转变充分反映出来 相当值得大家看看 I will show them how to see as I do I will not appease your gods I will destroy them Cut Good? You like it? 当然,如果这个也不够你个人的话 Epic也放了一段 由MetaHuman制作的作品混战MV 当中更加包括了Lethys的神作 爱死机械人的最新章子 以前用Unwilled Engine 做出来的人物 整天都被人笑 喂,有股膠味 不知道现在的作品 大家又感不感受到巨大的改变呢? 当然,Unwilled Engine 是一个引擎 是一个工具 比起理论 去制作出来的游戏 会更加令到大家感受到Unwilled Engine 5 究竟有多厲害 所以Epic也放了一段Unwilled Engine 作品的trailer 当中包括Lethys of P Judans Overcue等等 都是一些相当值得大家看看的作品 亦都相当适合为State of Unwilled 2023 和今集Xport周报作为一个总结 以上就是今期Xport周报的全部内容 虽然游戏提出的技术未必和大家很近距离 但有这些技术,有这些进步 那我们才可以有更好的游戏 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法 亦都变得更加容易实验到 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 以上就是今集Xport周报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都喜欢这种形式的分享 那记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我的影片 亦都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场先看 那今集Xport周报就到这里 是这样,拜拜